话如初脸上的笑意扩大 我的要求不多 说明白了 就是要货多 且每次都要给我带新货 不能总是带同样的东西 当然 如果我们确定了合作 规矩和东阳一样 西阳那边 我不会再从别人那里拿货 你们只管自己去收了 来卖我就是 看几人的神情 话如初继续笑眯眯地丢出诱饵 作为合作者 我也会为你们提供便利 只要你们 能给我一个固定的到达时间 我会提前 让人将南朝这边有 而西阳没有的金贵东西准备好 你们到了后 不用再花时间去收获 更不用担心 会收不到好东西空长而归 如何 不苦笑 她知道 文夫人 看出他们之间 是谁做主的了 不然 不会在说话时 一直看着她 索性 也不藏着了 开口道 这对我们 这对我们 诱惑太大 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 很好 我喜欢和爽快人打交道 几位也不是头一次来南朝 前面几次来 想必也查过林郎阁的底子 那便肯定知道 林郎阁的信誉不错 断不会有气外科之事 你们既然冒险来了 眼周 就说明了 也有这个心思 既然如此呢 我们也就不假模假样了 敞开了说如何 不点头 这可我意 话如初笑 很好 这里是关雅 能进来的 都是信得过之人 在这里待上几天无妨 我需得先合计合计 想来 你们应该也是 这是如此 怪腔怪调 说着意思极精准的话 不正想起身告退 被话如初制止 心不急 我这里有个人 想让你们见见 应该快到了 想到刚才文夫人的侍女离开 不不由地问 是夫人的丈夫吗 不 她是官 这个时间正忙正事 你们稍等片刻 就知分享 心想 哪有将人 直接带到他们面前来的 让人震撼 话如初坏心的想 那边几人还在猜测 丘锦就领了个带着帷帽的姑娘 走了进来 视线依旧是低垂着 轻易不敢抬头 沙利监国夫人 免礼 丘锦 带她到我这里来坐了 是 布最先反应过来 视线紧随着沙利 他很清楚 只有外地人说南朝话 才会是那个腔调 南朝本地人 是绝对不可能的 文夫人会将他叫来 必定和他们的到来有关系 那么 难道是 眼睛紧盯着沙利 布 试探地开口 文夫人 沙利猛地回头 蓝色的眼眸 瞬间 对上对方 被绿色的眼睛 皆是满眼错恶 蓝尼等人 刷得站了起来 自从见识过南朝 易容术的神奇后 他们便知晓 一个人的相貌 可以改变 唯独眼睛改变不了 眼前这个姑娘 还戴着帽子 遮住了大半边脸 可那双眼睛 却是蓝色的 而南朝人 却都是黑色眼睛 所以 这姑娘 绝不是南朝人 文夫人将她叫来 难道是 布突然开口 沙利全身都在抖 极快 极标准地 跟着念了一次 话如初听不懂 敲了敲茶物 提醒几人 说我听得懂的话 布 这才觉出自己失礼 芒双手交叉于胸前 行李 金夫人见了 我实在是 实在是太惊讶了 话如初 表示理解的点头 看向另一个 已经完全蒙了的当事人 沙利 沙利 将帽子摘了吧 是 沙利 忙擦了眼泪 抬手 摘了帽子 露出经过伪装 但依然看得出轮廓深邃的脸 夫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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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激动 他们确实来自西洋 不过他们说 并非来自佛罗王国 哎 等等 话如初想起一事 你们既不是来自同一个国度 为何会说一样的话 沙利担心 闻夫人误会她说谎 急忙想解释 可她离家时还太小 实在解释不出来 一旁的兰妮忙解释道 俘虏王国和佳琪王国 是毕临的国家 两国势力相当 因为一些原因 连眼是两国常有的事 两国千万太深 与眼也是一样的 所以沙利并没有说假话 夫人不要误会了她 原来如此 话如初微微点头 心里大概明白了 沙利为什么到了这里 我就不解释了 由沙利自己说吧 我之前问你们 是不是佛罗王国的人 就是因为这个小姑娘 一直想回去 我想顺便帮她一把 你们既然都是贵族 说不定还是亲戚 将她交给你们 我想有个人也能放心些 听到某个人 沙利脸色一暗 满心的兴奋 瞬间打了折扣 话如初恶劣的一笑 心里舒服了些 看到沙利那恨不得 立马跟着走的态度时 她还是替代远之不值 排外户短的情绪 谁都会有 她虽然赚洋人的钱 也不排斥和洋人做买卖 但是在觉得自己人被怠慢时 她心里还是会不爽 她听沙利曾说过 她离开是为代远之好 但这总让她觉得 是因她用情未深之骨 要是她爱上一个人 在一起才是她最在乎的 所有的困难可以解决 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 这是她对感情的态度 好在 她碰上的那个人 和她的态度一样 所以她们两人 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 依然能在一起 沙利跟着兰妮等人 一起下去了 华如初喝了口茶 将视线落到任嬷嬷身上 这个中年妇人 给她的感觉很好 就算心里再惊疑 脸上也是半点神情不老 这样的吓人非常给主子长脸 也让人放心 要是可以 她倒真想将这人留下 嬷嬷可有被吓到 何嬷嬷很老实地承认 是 老奴这是头一次见着一族人 心里着实有些害怕 哦 只是害怕 何嬷嬷明白 主家是想听怎样的话 难得的 露了丝与平常不同的表情 嘴角勾出的弧度 带出苦意 只是害怕 再无其他 他们虽说是一族人 和老奴却无关 比起老奴曾经历过的阵仗 他们 不过是长得和我们不一样的纸老虎罢了 再说 老奴也相信 大人和夫人 护得住我们这些下人 话如初 隐隐有些明白了 何嬷嬷想要透露的意思 恐怕在宫中时 何嬷嬷也不是毫无身份的人 她跟的主子 更有可能是太上皇的哪位妃子 如果是这样 她就能理解 何嬷嬷的镇定是怎么练出来的了 在那后宫中 什么残忍的事没有发生过 在那里面熬出头了的 再好的菩萨心肠 都得为了自保而染黑 何嬷嬷从宫中出来 还能过得了平静日子 并且 像是忘了宫中所有手段 被欺负了都能忍下来 这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因为这 华如初更高看她几分 何嬷嬷不知道 主家的沉默代表了什么 若是别假 她可能还要担心一下 自己的生命安全 可这文夫人 她看得出来不是个心狠之人 有了这个心力打底 她也就安然地等着 主家后面的话 华如初端着茶杯也不喝 想了想 道 何嬷嬷对以后的生活 可有安排 何嬷嬷没想到 会等来这么一句 反应却极快地回道 老奴孤身一人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趁着自己还能动 多攒几个银子 等老了 什么都做不了了 也不用过得太不堪 话如初有些好奇 嬷嬷即使出自宫中 以嬷嬷的气度 去那大户人家做个教养嬷嬷 都是使得的 有眼力劲的 自会留住您 常年为之效力 为何嬷嬷不这般做 大户人家的那些事 老奴腻了 何嬷嬷想起了 附加对自己的无情 再加上自己曾经见识过的 只要没逼到活不下去的程度 他都不想走那条路 我们家的门眉好像也不低 您怎就答应来了 何嬷嬷沉默了下 老奴答应来是不得已 老奴是民 大人是官 大人拙人来请 老奴不得不来 你倒是说了实话 话如初笑了笑 若是我想留嬷嬷在身边 嬷嬷可愿意 何嬷嬷亚然抬眼 老奴现在不就是 不 和这个不同 话如初换了个坐姿 道 嬷嬷也说自己孤身一人 不如变更了我吧 当你老得动不了时 必不会让你生活不堪 何嬷嬷淡风轻的表情 渐渐退去 眼神中有了神采 夫人说的可当真 老奴虽说会点东西 可这点东西 放到您这里 一是没有用武之地 您的人 都是全心为你着想的 私底下就算有些磕磕碰碰 也会很快接过去 二则 夫人您 也不是那般实时算计别人的人 老奴担心 帮不上您什么忙 我既然这么说呢 自然是因为心里这么想的 我婆家这边什么情况 想必你有所耳闻的 我爹娘兄姐虽然疼我 可现在嫂嫂进门 我也不能在什么东西 都从娘家往这里办 尤其是得用之人 所以 我拒绝了我娘 从杨中宿嬷嬷过来 但是我身边 切实缺一个稳重嬷嬷 打点琐事 我的丫头是向着我 可年岁摆在那里 都是些小姑娘 捅的 可能还没我多 有些事问她们 我都觉得问不出口 你来的这些天呢 我也观察过了 很合我心意 所以才起了这个心思 要是你有这个心 以后呢 我们就是一家人 要是没有呢 也无妨 还如之前商议的一样 等我生完孩子 坐了月子 你再回去就是 何嬷嬷上前两步 重重地跪下来 磕了三个想头 能跟着夫人 是老奴的福分 老奴心里千般愿意 接到夫人暗示 双指盲上前 将人扶起来 轻声笑道 夫人最不喜欢 我们老是跪他 说是会折了他的瘦 折了他肚子里 孩子的福分 您以后呀 行个福利就是 大公子和夫人 都不是难相处之人 您只管安心 双指话语中 透出来的亲戚 让何摩摩欣喜 没想到 坎坷一辈子 林老了 却能跟着 这样一个主子 接触也有些日子了 夫人对下人有多好 她深有体会 就是她这个初加入 一开始就说好 只是服侍几月的人 都不曾有过伯代 真要成为自己人 今后 她再也不用 为自己的将来操心了 以后摩摩的阅历 和几个大丫头 同级别 都是十两银一月 看何摩摩 惊讶的眼神 话如出心里 小小有些得意 她一定是 全天下最大方的主子 再奇甲 就是双指 服侍老夫人 那么多年 拿的头等阅历 也不过是三两 这还是特例 一般的一等丫头 阅历只得二两 可她的三等丫头 都不比她们低 看小姐那嘚瑟样 秋锦掩了嘴笑 有心在给她长长脸 让她更高兴 笑道 摩摩不用这么吃惊 咱们夫人最会赚钱 阅历是一份 平日里 还总会有些赏赐 给鼻子们 她要是愿意给呀 您只管收着就是 咱们夫人啊 可是大财主 就是一般的世家 都不见得 有咱们夫人手里松动 和嬷嬷闻言 那还会再说什么 忙硬了下来 唉 秋锦 扶我起来 做得难受 站起来后 总算觉得肚子 不再那么顶得慌了 话如初才又到 这些厅院子里 不得进外人 岂南在帮姜鱼跑腿 马百要管的事很多 夏颜 这事交给你了 多留心些 是 夫人放心 话如初转头 又看向何嬷嬷 西洋人会来这里 是因为 我打算和他们做买卖 嬷嬷也要跟着谨慎些 要是关崖里 住着一族人的事传出去 会对大人不利 是 还有一事 我觉得不能瞒着你 话如初眼神炯炯 满满的全是斗志 我肚子里怀的是双胎 什么急不急的 我不信那些 孩子才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 若因为这个 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这简直是荒谬 你要是懂得 些东非所不知道的 不用估计什么 去和他商议就是 双胎 闻夫人 可真是敢为人之不敢为 何嬷嬷想到 宫中 曾被溺毙的一个孩子 那时 他也曾觉得 那孩子无辜 可惜 他没有投好胎 遇着了那样的娘亲 若是成了夫人 若是成了夫人的孩子 啊 是 老奴知晓了 搞定了何嬷嬷之事 话如初想起 周蓉让人带来的两个大箱子 顿时来了兴趣 让人抬出来打开 啊 这个周蓉 怎么给夫人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下眼看着箱子里 一个个的纸包 原本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结果打开一看 小小一颗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 再连着打开几袋 东西不一样 却都是不认识的 话如初却笑眯了眼 瞟了眼下眼 挖苦道 早叫你用心多看几本书 你当把字拾全了 就是交差了 周蓉送我这些东西 可比送一些光是好看的 稀奇古怪的东西 要好多了 那些东西呢 还是放琳琅阁去卖钱吧 这些东西才是真宝贝 夫人 您别骗鼻子 这真是宝贝 说着 下眼放东西的动作 都轻了许多 生怕弄坏了小姐的宝贝 自然 有几种呢 我在书上看到过 也不知道她从哪收来的 屋里的丫头都凑过来看 就连和嬷嬷都放开了些 走过去 拿起一袋 又看又闻的 夫人 这到底是何物呀 华如初笑眯眯的给了答案 种子 啊 全是 看样子 很可能是 从最底下 拿了两包出来 打开看 华如初点头 至少 她认识的这些都是 夫人 周掌柜呀 果然了解您 切 那是人家用心 敲了下眼脑袋一下 华如初不耐久战 又坐了回去 下眼也不在意 摸了摸脑袋 又问 那这些东西 现在又怎么办呀 咱们也没地方可种啊 就算有地方可种 你知道 要怎么种这些东西吗 嗯 不会 料你也不会 手里抓了包种子 话如初想了想 这些东西还是给大公子好了 到时去找几个好庄家把事 虽然是不了解的种子 有些习性总是差不多的 而且 种子的种类有这么多 就算有一半不能成活 都是赚了 下眼深觉有理 将种子小心地放回原处 箱子合拢 边问 那 现在就送去给大公子 看了眼偏色 话如初摇头 不用 你去给大公子送个口信 叫他回来用午饭 哦 是 这时 沙利过来了 眼睛红肿得厉害 显然是大哭了一场 谈得怎么样了 沙利连连点头 嗯 他们曾在烟灰上 见过我的父亲 说只要我愿意回去 他们 一定把我送到家 他们 一定把我送到家 那你的决定呢 我 和他们回去 沙利的表情 有痛苦 却没有犹豫 也是 这是他期盼了 许久才等来的机会 怎会放弃 只是 他离开后 以后和那个男人 并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这会是他 一辈子的遗憾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